快看李敖大哥大 打开篇窗说亮话 狗男狗女我全骂 好人喜欢坏人怕 酸甜以后又苦辣 摆平以后又上下 只有真理没八卦 快看李敖大哥大 李敖大哥大 今天我讲的第一个题目是 负义阿扁 负义无耻 负义阿扁 负义无耻 先讲过年的一个小故事 过年的时候 我和我太太 跟我儿子 跟我小女儿 我们一起聊天 我跟他们讲了一个 我在小的时候 我们在追查 好不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谁放屁 我们追查这个放屁的人 我们小的时候 有一句口念的一句 小孩子念的一句 语兆口令 叫做 好不四个人 四个人就是 我们就算 谁碰到有用放屁了 在追查这个人的话 就贾义丙丁四个人 我们就会从贾开始 叫丁丁当当 海陆烧香 粗米 细米 放屁是谁 不是别人 就是你 这搞不好 一数的话 就数到自己 也许数到张三 也许李四 也许王五 就这样数的时候 大家就闪躲 因为呢 就很有趣的一个追查 谁放屁的 这个货手 我再念一遍 叫丁丁当当 海陆烧香 粗米 细米 放屁是谁 不是别人 就是你 你看我这样一念 就变成我是放屁的了 就是只要你这个次序搞不好 就会变得你是放屁者 这种捉拿放屁的这种方式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很重点的告诉你 谁是祸首 谁是放屁的人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财政划分这个法 明天要开始在立法院复议了 今天到的天昏地暗 国民党连战回来都政 在亲民党 听说宋楚瑜在海外指挥 今天下午连开四个小时会 有李清安 可爱的李清安来主持 决议怎么怎么样 当然民进党也在摩拳擦掌 可是这里面我们都搞错了 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立法问题 其实不是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过去在大陆文革的时候 台湾有所谓匪情报告 很多所谓研究匪情的人 他们跑过来向蒋介石报告 然后他们说张三是什么意识形态 李四是什么意识形态 这种斗争 蒋介石听得很不耐烦 请注意 蒋介石不耐烦的时候 有一个叫肢体语言 身体上一个动作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以为蒋介石是独裁者 其实他也相当程度的 被他手下的奴才来控制 为什么呢 你有什么动作 我们就知道你心里什么意思 当蒋介石手一摸下巴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了 表示什么 表示不耐烦 你的肢体语言 独裁者的肢体语言 被你手下的奴才看得一清二楚 当各路人马 所谓匪情专家 向蒋介石报告 大陆文革的时候 派系斗争 什么什么政见 什么什么政见的时候 蒋介石就手摸了下巴 然后蒋介石呢 表示不耐烦 蒋介石下了个决断 一个评语 说你们说的这些分析啊 都是胡扯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权力斗争 共产党这些 你都来我都去啊 根本不是什么 我看法不同 不是的 他们是夺权 去权力斗争 因为蒋介石 一辈子在权力斗争里面 打滚 所以呢 他很快的就看到重点 是权力斗争 今天所谓的这个财政收支的划分法 明天要在立法院里面表决 基本上的问题 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法律程序的 一个复义问题 其实不是复义法律 大家看我的标题 是复义阿扁 是复义无耻 为什么是复义阿扁 复义无耻呢 为什么把阿扁和无耻等量齐观呢 因为这样子保护台北市的这些方式 这些计算的方法 这些争取为台北市取得中央补助的这种方式 和这些价码 这些数字 通通都是陈水扁 做台北市市长任内 和他的走狗 林全 他们所设计出来的 所开出来的条件 你在宣传的时候 你在做市长的时候 甚至你在做竞选的时候 在做证券的时候 在做排比书的时候 都说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怎么摇身一变 你从台北市市长下来了 你的林全也跟着你到了中央去了 为什么 同样一个台北市市长小马哥 在执行你陈水扁的政策 执行你陈水扁的竞选诺言 注意哦 你的竞选诺言 我来小马哥来执行的时候 忽然遭到打压 这不是怪事吗 侧面看起来 你小马哥也见骨头吗 你为什么要实行他的政见呢 可另外一方面 就是为什么 我的政见给你来实行呢 政治上就是这样子 好荒谬的 大家想不想想看 过去在苏联 当他们的革命领袖 列宁死掉以后 就发生两个派系的斗争 就是权力斗争 一个呢 就是图勒斯基这一派的 一个呢 就史达林这一派的 史达林这一派的 史达林成功了以后 托勒斯基流亡到墨西哥 史达林派出特务来 把托勒斯基 用斧头把他砍死 虽然这样子追杀 千刀万里追 这不是千刀啊 斧头 斧头万里追 从苏联追到墨西哥 把你干掉 把政敌干掉 可是大家忽略了 图勒斯基的很多政策 是史达林替他实行的 就是你的政策 我替你来实行 这是有趣的荒谬的现象 可是今天很有趣 来台湾更荒谬了 就是啊 我的政策不许你来实行 在台北市 我做陈水扁 做市长的时候 我就要中央政府 这样子财政收支啊 要就要这么多钱啊 来保护台北市啊 台北市第一优先啊 我管你什么台北县啊 管你什么高雄 高雄高雄那个县啊 不管的 台北市第一优先 为什么呢 我阿扁是台北市市长 今天来了 你小马哥要实行我 陈水扁在台北市的政见 不可以 好不好玩 托勒斯基被史达林干掉 史达林实行了托勒斯基政见 今天小马哥剑骨头 要实行阿扁的政见的时候 他要被阿扁干掉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小马哥就不懂 小马哥就不懂 说是 为什么呢 你既然要修法 你何必还要复一呢 小马哥搞错了 我也不是要修法 我也不要说你不对 因为你实行的是我的政见 我说干掉你 我陈水扁 是要干掉你马英九 什么原因呢 你是我这个潜在的 一个威胁的力量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出来把我打败 将来选总统的时候 你出来的时候 你又出来跟我打 对我构成威胁 因为能够威胁我的外省人里面 只有只剩下了 像宋楚瑜 在政治上威胁他 宋楚瑜跟马英九了 没有什么 几乎没有第三个人了 所以呢 我要打倒你马英九 趁着你在势力往上串的时候 我把你打倒 所以今天的问题 是要打倒马英九 打败马英九 根本跟这个复义的内容 好和坏 对和不对 通通没有关系 大家搞错了吗 批评在开工厅会 在讨论 今天文倩 找开工厅会来讨论 讨论什么呢 讨论这个问题的是非 这里面没有是非了 这里面就是 就是我阿扁的意见 你们有 像瓦格来实行 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 刚才讲过了 你怎么可以实行我的证件呢 我要打倒你 你可能会串起来 你的势力可能串起来 所以我要消灭你 要打倒你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真正该复义的是阿扁 真正该复义的是阿扁的无耻 为什么呢 你的证件 你在台北市的要求 你的白皮书里面的 包准 今天别人来实行的时候 统统不可以 统统要封杀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荒谬啊 这是荒谬 什么政治问题呢 这就是政治 这政治代表什么 代表阿扁的 这无耻 为什么呢 你的一切 只有你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才有意义 当你不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当你的政治上的敌人 或者潜在的敌人 要做的时候 即使是在你心目里面 是一件对的事情都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要封杀 要封杀 所以问题摆在这里了 大家花了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 其实没有 就像蒋介石 不研究文革时期的是非对错一样 那是权力斗争 今天呢 是阿扁无耻 就这么简单的 老下脸皮来 用个逗小马哥 就这么简单 小马哥说了那么多 那么多窝囊的话 奇怪啊 我也是台北市拿最少 什么台北市拿最后 有利于各县市 我是实行阿扁总统的政见 你说这要干什么 小马哥头壳坏掉了 这话统统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目的是要把你干掉 中国一句古话 是俄眉入宫要建都 俄眉就漂亮个女孩子 你进了皇宫 别人就要嫉妒你 什么原因嫉妒你呢 因为你是别人的 一个威胁的力量 你是个美女 你就威胁着别人 就这么简单 在政治上面 马英九 潜在的威胁 或者可能威胁到 阿扁的时候 即使你不威胁我 你继续连任台北市市长 对我也是心腹之患的时候 我就要消灭你 怎么消灭你呢 打击你的形象 打击你的士气 明天立法院 表决 什么表决啊 就是他认为有机会 他可以表决 你问我 我李奥赞不赞成 说国民党跟亲民党联合 你问我意见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还不赞成呢 什么原因呢 要反表决 我不跟你玩这个气 为什么呢 太危险了 如果说表决结果 让阿扁过了关 复议成立了 阿扁等于搬回来一成 搬回什么呢 立法院副院长选举 对不对 阿扁吃个闷棍 这一次呢 我在这个 财政划分 就法上面 我来搬回一成 给阿扁一个 搬回一成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 跟阿扁 在打立法院的这个系 这个牌 除非国民党联合亲民党 你们绝对有把握的成功 或者绝对有把握的 像推出江炳坤的案子 复合大家的 共同的一个希望 否则我认为 我认为亲民党 配合国民党 去保护小马哥 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派 如果我是亲民党 我觉得我可以考虑 我们整个党 我们弃权 不跟你玩 让你国民党失败一次 让你小马哥失败一次 小马哥应该失败一次 为什么呢 小马哥太骄傲了 应该给他个教训 所以不但是 纯纯扁要打倒小马哥 我觉得亲民党 在某种程度底下 当小马哥不肯配合的时候 我们要打倒他 为什么呢 别忘了 宋楚瑜总统选举的时候 遇到什么 小马哥不发表假的民调吗 害得宋楚瑜落选 小马哥也该给他一个教训 广告过后继续讲 李欧大哥的 现在我讲第二个题目 叫做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这句话是谁的话呢 是你们晚上碰到的蚊子的话 大家知道吗 蚊子会咬你 大家注意 公的蚊子不咬人的 都是熊的蚊子不咬人的 雌的蚊子 母的蚊子 才咬人 可是那公的蚊子 跟着干嘛呢 公的蚊子追求母蚊子 所以跟在旁边也搅和 事实上它是不咬人的 那么我们会奇怪 那你叫什么东西 你咬我就好了 你叫什么呢 大家记不记得当年的鲁迅呢 写过一篇小文章 叫做夏三虫 夏天的三种虫子 他在描写 第一种虫子啊 就是臭虫 臭虫台湾有很多东西不太清楚 臭虫呢是在床里面的缝里面 走得很慢 爬你身上夜里吸你的血 然后呢慢慢的走过来 慢慢吃了你血 还来不及逃走的时候 有的时候被你抓了它 把他打死了啊 就慢吞吞的叫的 不声不响的叫臭虫 夏天的三种虫子 第一种是臭虫 第二种是跳蚤 跳蚤跑到你身上去啊 咬了一口 你要打它一球 它跑掉了 动作很快 也是没有声音的 臭虫吸你血 跳蚤吸你的血 都没有声音的 就有一种呢是蚊子 蚊子来的时候呢 它吸你血还通电 发出声音来 这个鲁迅写这本文章 当时是挖苦当年所谓的军阀之间的这个混战的时候 军阀打仗以前呢 先发表通电 发表个声音啊 宣布你的罪状啊 不止军阀了 南部的军阀 像蒋介石也是啊 发表通电啊 宣布你的罪状啊 所以呢 还没打仗以前呢 先发声音啊 所以呢 鲁迅呢 这个夏三重的这个小文章里面呢 就描写 就这个文字 很可恶啊 他发先发表通电 先发出声音来以后 开始咬你啊 刚才我说过 只有磁蚊 母的蚊子啊 才咬人啊 他咬你之后呢 为什么要叫 其实蚊子说 我可以告诉你 蚊子说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为什么蚊子没有叫呢 他没有发声音 咬你发声音 而是他那个翅膀的震动声音呢 比那个C度啊 我们C啊 就高音C度啊 还高五个度 那个声音出来以后呢 你听到的就是嗡嗡嗡嗡的声音了 因为你听到这个声音 因为你以为他叫 其实他没叫 所以今天呢 我的题目叫做 你听到我叫啊 其实我没叫 意思呢 说蚊代表啊 母的文字啊 向大家抗议 就是呢 你们以为我 咬你以前 我要大吵小叫 实际上呢 我没有 根本没有要叫 我是要咬你 可是我没有要叫 今天我们看到 那个阿扁 在打压马云九的时候 马云九在叫 马云九在说 可以修法 为什么要复义 问他们 可以修法 为什么要复义 马云九问的问题 好笨呢 为什么好笨呢 因为我要打到你 我要打你马云九 我要打马 所以复义 我以为什么 把你国民党 在立法院的这个声势 把你打败一次 所以我要复义 跟复义内容 完全没有关系 刚刚广告时间 我看了一下李涛的节目 看到我的小老弟 也是我的老朋友 王拓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老一下脸来 替民进党的这个法案来护航 就替这个财政收拾法 划分的收拾法来护航 我觉得我好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王拓言不由衷啊 什么原因呢 你们不晓得 我晓得他 王拓根本是个统派 他不是独派 他虽然是基隆人 虽然是台湾人 虽然是本省人 可他本身是个统派 他是大中国主义者 可是为了保护 他在做美丽岛时候 被告的这点资源 突然呢 因为维持他的资源 他也就搅在一起 也就变成独派了 基本上他是个统派 多少年以前 王拓出狱以后 到我家来拜访我 我就跟王拓开玩笑 我说你在美丽岛被抓的时候 你有没有投降 有没有投降 他说 李大哥啊 我差一点的投降了 在边缘 为什么边缘呢 因为他们给我 如果行求的话 那个行求是在我能够负担的范围以内 如果再重一点 或者疲劳审问时间再久一点 我就投降了 我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很坦白的告诉我 这是王拓 今天我看到 王拓在李涛的这个烂节目里面 言不由衷的 讲这种话 我真的替他很难过 可是还有更难过的呢 还不说民进党的党主席 我的老朋友谢长廷 跑哪里去了 跑到日本去 干什么呢 要泡汤 干什么泡汤去 去洗澡去了 什么什么洗澡去了 这个问题碰都不敢碰 什么原因呢 阿比安警告他 你不要再选党主席了 你去给我选高雄市长 能不能当选 看你本领了 党主席不给你了 谢长廷过去跟阿比安是平起平坐的 台北市台北市市议员 或者立法院立法委员 今天被阿比安打压的这个样子 打压你是阿比安不对 可是你不敢揭竿而起 挺身而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谢长廷跑到日本 跑掉了 就泡汤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报上都说多了 都说民进党背弃了高雄市的选民 什么原因呢 因为新的版本的财政财化法 高雄市政府可以增加112亿财政收入 谢长廷的态度暧昧 立法委员痛批 第一方向发起一人一通电话 电话怎么样 就是向你们高雄市的民进党的人抗议 为什么我们高雄市可以拿到112亿的好处 居然你谢长廷不敢居里力争 为什么 怕得罪阿比 所以呢 因为你要要这个钱 台北市政府也会要这个钱 为了不让小马哥拿到这个钱 所以谢长廷也不可以拿到这个天 这个钱 好了 现在问题又回来了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有叫 什么原因呢 就又谈到谢长廷 到日本干什么去呢 去泡汤 我告诉大家 很有趣很有趣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礼食求诸也 这礼节的规章 礼义的规章丢掉了 在中原不见了 可是在边陲的地方 在边缘的地带 在外国反倒看到了 礼食求诸也 礼不见了 可是在边陲的地方就到了 好不说我们有时候了解中国的唐朝的一些部分 我们中原文化看不到了 可是在唐朝的时候 深收唐朝影响的日本人 他们保留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东西礼食求诸也 在中原不见了 在日本的鬼地方反倒有 好不说一些古书也是 后来不印出来一部书叫做古仪聪书 古代仪拳 丢掉了这些书 在日本居然找到了 这叫礼食求诸也 有很多东西 字眼也是 这个汤字就是例子 切尝廷泡汤 汤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说汤 这个柔聪汤 对我们是一个意思了 就是吃饭喝的汤 是不是 在日本的跟我们意思 比我们意思多了 为什么呢 它代表热水浴 我们写的热水澡 就热水浴 这个字在中国 古代的意思就是热水浴 热水浴的汤 可是中国人不用这个汤字了 这个字在中国慢慢识传了 结果跑到日本去了 还存在 这个汉字的意思叫汤 看到没有 汤 所以我们台湾有跟着日本走 好不说 南汤 男人洗热水浴 女汤 女人洗热水浴 杨明山我们看到这种汤的字眼 注意 这是中国字 可是它的古典的意思在中国已经实传了 跑到日本去了 今天我看到电视画面 等一下不给大家看 美国长得尖嘴喉塞的总统 这个小布希 这个小子是个愣小子 这个小子到了日本以后 他要看看日本的文化 结果日本人就给他表演一个文化 请大家看一看这个画面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小布希 他的眼睛 鼻子 嘴巴都挤在一起 像个猴子一样挤在一起 然后他到日本去以后 他去参观了日本的神社以后 就看了一个表演 这个表演在日本叫做 叫做溜滴马 大家看报上这个成本字 溜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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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画面 看到这个 这个布希跟着日本讨厌鬼的手相 拿着这个画 这个马上面 这个日本武士 他们表演 溜滴马 布希 小布希看到这个溜滴马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说 要看溜滴马的活动 什么呢 溜滴马呢 就是八个日本的武士 骑着马 马跑得很快 射箭 射箭 很准确度 当然有人也射不到 很准确的射两个靶子 射给小布希看 小布希很高兴的赞美 这个 这种本领 过去印第2人也会 可是慢慢 美国人慢慢就 就实传了 日本都会 中国古代人都会 因为古代人都会 他们骑兵 他没有汽车 骑着马干什么 骑着马能够作战 作战两个方式 近距离的 好不说 关公 拿青龙艳月刀 张飞 长八蛇毛 这种事 远距离的什么地方 远距离就要射箭 所以每个人都会射箭 并不稀奇 百步穿扬 都会射箭 现在 流滴马 流什么流呢 流是流动的流 第一什么意思 注意这个字 又是中国字 跑到日本鬼子身上去了 在我们 对我们有点实传了 一个金字瓶 一个 我们说 适者生存的 无忽视的适字 去掉那个走之 就这个流滴 这个笛字 笛是什么呢 笛就是箭头 我们射箭那个箭头 一个流动的箭头 叫做流滴 流滴什么意思 就表示它的速度 好了 这个字在中国 等于不太用了 慢慢慢慢的作废了 变成古字了 可是在日本还保留着 我给大家看一段古书 中国古书里面 首先大家想想看 我们到大陆看到 说中国有一个古迹 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 已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了 这个长城是明朝人盖的长城 万里长城怎么来的 就中国古代一直面对的 中国的汉族 面对北方的一些湖人 这个湖人是什么族呢 严格讲 也是一种汉族 只是他跟衣服不一样 为什么 好不说我们开金的时候 是开在左边 开在右边 于右刃 右边的刃 他们是左边的刃 所以孔子不讲 为管仲无欺配法左刃 要没有管仲的话 我就配着头发 左边开 扣子就解在左边了 什么原因 那个湖人 凶途人 他们是左边开刃的 所以在中国周朝的时候 就有所谓匈奴人 当时不叫匈奴 后来到了尊九战国的时候 战国的时候 所以七国争雄 在七国争雄的时候 这北方的湖人 就慢慢坐大 坐大之后 在中原诸禄的这些汉族人 他们就不生其烦 怎么办呢 他妈的 老子搞一大墙 把你挡住 为什么原因呢 你人可以爬过来 对不对 马过不来 对不对 挡住你的骑兵 怎么样挡住方法 广告过后 告诉你答案 李敖 大哥大 我继续讲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大家看了半天 听了半天 我这个题目还没讲到正题 已经开始扯了很多了 好不说 我又谈到匈奴的问题 在中国战国七雄 齐楚燕寒赵卫秦 这个时候 这七个国家内丢的时候 对汉族的斗争的时候 他们对北方的胡人烦死了 怎么办呢 就盖着长城 挡住你 而不是燕国 就是挡住你 我不跟你啰嗦 挡住了以后 胡人过来以后 马过不来 因为城墙挡到这里 我们看到万里长城 就这样过不来 后来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 他有用这个方法 来对付这些胡人 对付这些匈奴 怎么办呢 他把各国长城 各国长城连在一起 加上秦国的长城 一起连在一起 就形成了所谓万里长城 这个长城呢 其实都毁掉了 到了明朝呢 就重新盖过来 所以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秦朝的 这个真正的长城啊 事实上呢 已经所欲无几了 用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面对胡人怎么办呢 大家发现 发生好办法 就我跟你啊 有话好说 好不说 汉朝就发生了那个和亲 大家知道 昭军出赛 王昭军的故事 都是很多和亲的历史 可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历史 就是当时 汉高帝 就一般所谓的汉高祖 刘邦 他统一了中国以后呢 就面对了北方问题 大家知道吗 汉族的皇帝啊 常常为了北方的问题 这胡人的问题啊 痛苦不堪 像宋朝的第二个皇帝 宋太宗 赵旷义 他虽然抢到了哥哥的天下 做了宋朝的皇帝 可是呢 他打北汉的时候啊 打的 打败了 资重 财宝 女人啊 都都丢掉了 屁股上挨着剑 所以最后宋太宗死在哪里 死在屁股上的剑伤 大家知道吗 中国的皇帝 他们很勇敢 要面对着北方的这个胡人的问题 可是呢 很惨 那时候刘邦啊 就到了大同 就是白登 就到山西省的大同啊 去跟胡人打 带着三十万军队 这个胡人呢 就知道他来了以后呢 就摆了好的部队藏起来 匈奴啊 刘邦的军队啊 就孤军深入 可是刘邦的军队是步兵 突然被三十二万人包围 把刘邦整住了 七天呢 都没东西吃 最后放他们一马 他跑回来 干什么呢 答应送胡人好处 每年送 所以事实上呢 就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和亲 我女儿嫁给你 一个呢 就是送钱 就变成这样子 在当的匈奴里面 也有一个中文名的 我们叫他邱长 叫他善于 善小林的善呢 叫善于 这个字不念丹了 念善于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邱长 叫做莫独 一般人呢 把它叫做冒顿 叫做冒顿 你看我们看的 这个汉书里面呢 这个 这个匈奴传 大家看啊 善于有太子 名曰 我们现在念冒顿 也没错了 事实上这个字 叫莫独啊 干什么呢 他就是 发明一个方法 干什么呢 他训练一个部队 干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问题回来了 他在箭上面 做了三个孔 箭头上做了三个孔 这个箭射出去之后啊 有声音的 就过去了 有声音的 他注意到呢 叫什么呢 叫做冥笛 你看 矛盾 我没念错 没错啊 就念矛盾好了啊 乃座冥笛 注意到这个笛子出现了 看见没有 啊 那个尖水喉塞的 那个美国总统啊 跟这个讨厌的 鬼的日本首相啊 就看着表演的 今天的 刘笛 刘笛的这个 这个表演啊 现在就冥笛出现了 矛盾做冥笛 什么冥笛啊 就是射起来会想的箭 干什么呢 他要射 他告诉他的手下 我这个箭呢 会想 射到什么东西 你们就要跟着我射过去 答应好 忽然 他老先生 一射 他最喜欢的一匹马 他忽然射这匹马 左右的人奇怪啊 你怎么把你最心爱的马 给射一件呢 别人不敢射啊 凡是不射的人都杀掉 他妈的 你敢不听我的话 我告诉你们 要射什么 你就射什么 大家好 吓坏了 第二次啊 他射什么呢 射他小老婆 他喜欢的美女 就要射他小老婆 一射 大家说 我怎么敢射 你射你小老婆呢 不敢射 不敢射 都杀掉 我的命令下来 我要射什么 你就给我射什么 我这个鸣笛啊 这个想的箭 一射回去 你们所有的箭 万箭齐发 就要射那个东西 第二次大家说 哎呦 这家伙另出必行啊 要射他喜欢的马 我们就要跟着射 要射他小老婆 我们也要跟着射 第三次射掉了 他射什么 射他老爸 他爸爸来了 真正的善于 国王来了 他都给他一箭 大家一看到 跟着就射过去了 把他爸爸就杀掉了 原来是这样的目的 叫做鸣笛 就是一个会想的箭 箭头 就是这个战术 那么他当了 把他老爸射死以后 他当了善于 当了国王以后 这家伙可厉害了 那时候也有胡人欺负他 现在要什么 现在要马 好 我给马 现在要你身边的女人 后可以给身边的女人 后又来了 现在你要什么 现在你要土地 他火了 土地我不能给 然后叶熙却打着敌人 把敌人消灭 所以我们看 《喜记匈奴列传》里面 汉书匈奴列传里面 看得很清楚 你看没有 那时候东湖强 听说这个茂顿杀父自立 然后像茂顿说 我们要千里马 然后茂顿说 我们给马 然后要女人 要给女人 像土地的时候 茂顿大怒 因为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人 我们怎么能给呢 为了台湾人的尊严 钓鱼台是我们的领土 跟中国没有关系 日本人占了我们钓鱼台 我们为什么不空气 勇敢的台湾人 为什么不把日本钓鱼台 在台湾旁边的 处于宜兰县 投城的这边的钓鱼台 在我们优正区号里面 你看大家看到 优箱上面印的优地区号 第290号 就是钓鱼台猎鱼 我们为什么不收回 为什么 勇敢的台湾人 为什么不收回 跟中国什么关系 不敢动 什么原因 我们赶不上匈奴 你看看 帝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人 我怎么可以给别人 好 结果 东吴被他打垮了 好了 有趣的现象出来了 刘邦被他整了以后 汉高帝被整了以后 他快32万骑兵 把刘邦整了以后 刘邦回来死了 死了以后 刘邦的老婆跟吕修莲同姓 也姓吕 叫吕后 这个女的可立刻的不得了 这个女的把刘邦的小老婆 眼睛挖掉 耳朵切掉 手砍断 丢在猪圈里面 跟猪在一起 那么狠的吕后 打天下 比这个吕修莲厉害多了 这个茂顿 写了封情书 给吕后 就好像今天有人像吕修莲这个吕副总统 吕副求爱一样 他向他求爱 这个求爱的这部信 在汉书的匈奴传里面有一段 我念给大家听 看看当时的人的趣味 然后 你知道我的目的吗 我的目的是要骂吕修莲不是吗 现在看看我们古代的这个吕小姐 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大家看 你看没有 然后就死了以后 流亡死了以后 他就写信 给高后 就吕后 你看没有 孤分之君 什么叫孤分之君 人字边 这个奔子 什么叫孤分之君 孤分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性欲要冲动的人 尤其之女人 叫做孤分 孤分之君 我这个皇帝 性欲冲动的一个皇帝 翻上白话给你们听 生于居则之中 我在那个原野里面 长于平原 平野牛马之鱼 就跟着牛马 我说牛母民族 树至边境 到你们这个中原旁边 愿由中国 希望到你 这个中国跟这个 你看 不是我们现在中国 是指这个 中国 汉族的地区中原 陛下独立 你女后 你不当了天下吗 你丈夫死了 你说 孤分独居 看到没有 你也会性欲冲动的 一个人 活在那里 你为什么呢 你丈夫死了 两主不乐 我这个做了领袖的人 不快乐 你也不快乐 你做领袖也不快乐 无以至于 我们叫欲乐的欲 两个人都不快乐 不能欲乐吗 玩不起来的 干什么 愿意所有一其所无 我愿意 我所有的东西 来换你 做没有的东西 我有什么 我身上有什么东西 我身上有叉叉 你要的什么东西 你要的叉叉 对不对 来换这个东西 我也 给你来 干嘛 求欢 匈奴的领袖 写了这么样一个 黄色的羞辱的信 给汉朝的 等于当成女皇帝 因为刘邦的儿子 会帝是窝囊费 妈妈当权 给女皇帝 请问 那个时候如果吕秀莲 他本家 也当权的时候 怎么得了 满朝文武在开会的时候 忽然收到这么一封 羞辱他的情书 怎么得了 怎么处理 大家注意 当时女后怎么处理 打 你敢这样欺负我们姓吕的 敢这样子目无女副总统 敢这样子不尊重新女性 你们这些胡人 这些匈奴 老娘跟你 这时候 女后的妹妹 的妹夫 叫他范快 就侯蒙宴里面 那个很凶的汉的将军 他说 请给我十万人 我就横行匈奴 横行匈奴 把他们消灭 这时候一个大臣站出来 说要把范快 把这个妹夫杀掉 什么原因呢 他说有广告 广告以后再告诉你原因 李敖大哥大 继续讲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我刚才讲过 在汉朝的第一个皇帝 汉高帝 刘邦死了以后 匈奴的领袖 就是茂顿 真的念法叫莫独 有人念的莫底 密底也都可以的 好 我们今天念茂顿 写封信给刘邦的卫王人 跟吕修莲同姓的吕后 就说向他求婚 大庭广众之下 吕后打开了这个穷书以后 大怒 这还得了吗 打 这时候吕后的妹夫 就范快将军 说你给我十万人 我去横扫匈奴 替你报仇血恩 将回我们台湾人的尊严 这时候有一个将军 叫做纪布 大家看 纪布就说 范快 你这个妹夫可以杀掉他 为什么可以杀掉他呢 说当年我们的高皇帝 刘邦 在山西大同 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县 叫做白灯 就被这个小子 被这个色狼 这个匈奴的这个领袖 矛盾的包围的时候 我们有三十万的部队 都不能动 现在你犯快 说十万人就要去打人家 你三十万人都被人家包围 你十万人怎么打人家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当时被包围的人 也有你犯快 也有你 当时你都打不能动 今天你怎么动 所以我们看 汉书的匈奴传里面怎么说 你看没有 范快曰 陈院得十万众 你看 你看往下看 说到旅后 说到信以后 大怒 招陈平 即范快 他的妹夫 继部将军 一斩其使者 把匈奴来的代表大使 杀掉 送情书来的这个人 大调 这个匈奴人很笨 他不应该送情书来 他应该用个看板 像桃园一样 做大广告 告诉你 说是 旅后旅后 我爱你 应该这样子才对的 他不 他寄一信来 好 他说你信来 我把你大使杀掉 一商量 斩其使者 发兵而击 击之大匈奴 范快曰 臣愿得十万众 你给我十万不对 横行匈奴众 我可以横行 问姬布 姬布将军说 快可斩也 范快这小子 可以把他杀掉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我们去打的时候 有32万人 范快是上将军 匈奴为高地于平成 就是今天山西省大同县 范快不能解围 你一起被包围 看到没有 今天你吹牛逼 你说你有十万人 你不是胡扯吗 怎么办呢 可见的 吕后 当时的吕秀莲 真的厉害 大听广众说的这个情书 不能不发脾气 不能说不打 要发表来打 可是心里面知道 怕怕的打不下去 怎么办呢 这面子怎么转回来呢 有人高明的 我给你把这面子转回来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范快 讲什么 说是 一笔譬如禽兽 这些匈奴人 胡人 他们跟野兽一样 尤其善言不足喜 他来写信来赞为你 不必高兴 恶言不足怒 他来说你羞辱你的话 也不值得生气 是吧 高后约 吕后说 当年的吕秀莲说 善 好 干嘛呢 面子下来了 面子解决了 他是禽兽 他向你求爱也好 求欢也不好 骂你也好 喊你也好 喊台湾人万岁也好 都没有意义嘛 他是禽兽嘛 那吕秀莲说 好 善 好 怎么办呢 怎么样呢 然后呢 回封信给他 怎么回信来看 善于不忘毕翼 你们贵领袖 不忘毕翼 没有忘记 我们这个小地方 赐自己书 还写信给我 事实上是情书了 毕翼恐惧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诚惶惚恐 退日自徒 我们回去 自己反省一下 检讨一下 检讨什么呢 检讨 你向我求婚 我能不能嫁给你 我检讨一下 怎么检讨呢 看到没有 我自徒检讨 结果呢 我年老气衰 我老了吗 不好看了 发尺堕落 我头发也掉了 牙也掉了 我这很丑的老太婆 像巫婆一样 行不时度 走一路来 都摇摇摆摆 走一步掉一块了 善于过听 你这个善于 你听别人过分的 来赞美过我了 你听错了 话了 你的情报不灵 不足以置物 你也不必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或者自己 你朝我求婚 朝这么一个老太婆求婚 你感到羞辱 也不要这样子 避以无罪 我们也没得罪你 一再建设 你不要见怪 为什么呢 我只是老了 只是丑了吗 我又没得罪你吗 怎么办呢 要窃有御车 二乘 马二师 我送给你 很好的车 很好的马 以奉长驾 给你尝尝的用 我送你一辆凯迪拉克 还带带一辆 彭池的500 像我们中天的总裁 张老生做的彭池500 以奉长驾 给你来做 看到没有 然后果然 匈奴得到输以后 使使者来谢 干嘛呢 来谢罪 未尝闻中国离异 我过去我们是胡人 不晓得 中国有中国功夫 这么厉害 你们有礼貌 陛下心事设置 你要千万来原谅我 他说 怎么样 好了 阴县马 随和亲 双方又好了 不打架了 这是个政治艺术 就是当年的 李秀莲 遇到这个问题 理智面的全要 直到心里 这样打不下去了 今天我们看到 当李秀莲 两次被人家求婚的时候 他第二次怎么表现 看看啊 你说李奥 重骨论心 再给大家看看 李副总统 赴桃园赏花过年 面对有人追求话题 自称LKK 已经老僧入定 李秀莲说 看到没有 以轻松的心情回应说 为什么呢 有人追求的敏感话题 李副总统 以轻松的心情回应说 他是LKK的人 心境是老僧入定 希望大家 多看看山色 美景 共创美好的 人间生活 怎么意思 我李秀莲老了 看到没有 记不记得 刚开 刘邦老婆的情出 我的头发也掉了 牙齿也掉了 当然李秀莲 可以一展假头发 可以做假牙 可是究竟 他也是老了 尤其那次表演 掉到水里去的时候 我们的 卫护人员把 护卫人员把 捞出来以后 这个 那个老象被漏了 避漏了 老了 所以他这次 李秀莲很好 他没有过分的 去责备 这个 这个 唐吉尘 他是说 我是LKK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年纪比我小 你还有前途 虽然唐吉尘呢 我这是他 这个人呢 是个好人 英文也很好 可是他的娘娘腔 娘娘腔的人 什么意思呢 他男人都是女人的动作 我曾经挖苦 我白颈锐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说 一二三四 说二 他不说二 他说两个 我们说两个 他说两个 这女人的那个精细的手段 唐吉尘是这么个 娘娘腔的一个好人 所以呢 李秀莲呢 今天的反应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为什么你今天的题目 扯得这么远 从汉朝的姓吕的 扯到现在姓吕的呢 因为告诉你这个结论就是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为什么呢 因为李秀莲讲了一句话 说是社会土石流 就是发这个采券 可是呢 立刻就开始说 否认要求停办采券 突然就正确的话 以后呢 告诉你 你听到我叫 其实我没叫 李秀莲不敢公开的干涉 这个采券的业务 现在李秀莲 我们终于看到了 今天讲到这里